大家好 平谷金海湖原名海子水库 是北京市寄命云 官厅之后的第三大水库 金海湖湖面很大 它的水 源于平谷第一大河 居河 源头在河北兴隆 经过天津季县 注入金海湖 金海湖周边 基本已经被开发完 湖边有许多赏湖景的酒店 民宿 餐厅和农家乐 可以钓鱼 但不能下水 金海湖景区的优势 就是可以在湖中乘船 金海湖景区 是水库大坝所在地区形成的景区 本身陆地占地面积不算太大 景区有四个门 多数游客都从正门西门进入 移境门正面是大坝和大坝下的草坪 右手边的道路是出景区道路 景区出入口是分开的 出口离得不算远 有一百多米 景区开设了题为为音乐露营文化节 就在移境门的大草坪上 草坪上也是公司团建的拓展区域 草坪露营区一直延伸到大坝北面 去露营的 一进景区您就往左边走 关于露营下期视频 会具体说 游客正常游览路线是按景区指示牌 往右走座免费电梯上大坝 去电梯的路上是集装箱小镇 疫情前北京流行这样的小镇 小镇上是各种小资咖啡馆和饭馆 如今却换了一副面孔 主打肉夹馍 冷面 凉面 快餐和饭 很朴实 小镇还是有一部分商家关门了 生意能做下去最重要 小镇里还有些简单免费的滑梯 是为打卡照相准备的 顺走路到头就是上大坝的电梯 电梯上下都可以 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不必担心 电梯出来沿着步道前行就可以了 四周的风景还不错 我们面前就是大坝南面 也是景区的南门口 从右边的亭子上去是蹦极 三百亿位 大坝上还有百度车 直达游船 快艇 翻船的大船码头 十元一位 一公里的路 除非腿脚不便 一般人尤其是孩子 最好是走过去 大坝两侧风景还行 一面是金海湖的湖面 另外一面是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的 养老小镇 大坝上也有台阶上下 南北各有一条 闲电梯慢的可以走这里 南边这个楼梯下去 就是中心草坪和集装箱小镇 您顺着大坝前行是 脚踏船和电瓶船的小船码头 这是价格和押金供您参考 小船码头旁是金花遗孕 是金代皇帝金章宗的女儿金花公主 古代的女英雄 死后在这里凿了个洞座为墓 1958年修水库时 发现了她的墓 只剩下金簪一根 红莺一树 后来墓室也被破坏 1986年迁址到现在的位置重建 修了雕塑 继续走失大坝的水闸 从大坝向下俯视还挺壮观 最后来到大船码头 大坝在向前执行是景区北门 北门外是环湖公路 坐公交车的游客会从这里进来 旁边还有个西北门已经关闭了 要能开放 坐公交的游客能少走几步 这里有帆船快艇的售票处 两岁以下才免票 1.2米以上就是成人票 1.2米以下半价 从这条路下去到头 就是游船的入口 从休息厅的右边 下去是帆船和快艇的入口 来金海湖景区坐船是主要体验之一 坐船还可以到湖的另外一边 距齿崖景区 齿崖景区就是陆地伸向湖中的一个半岛 并没有什么可看的 回景区出口我选择的 从大坝北面台阶下 下来就是录营地 穿过营地 走我视频开头说的景区入口右边的路 到出口就好了 如果不坐船整个景区有一个小时就转完了 如果坐船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下期视频给您说说金海湖景区门票和露营 假如您觉得此攻略有帮助 麻烦您点赞 在评论区回复有用 by bwd6